倒壘呢 这个球牵着过来 一个弹架技手套 其实看起来觉得是有机会 这是一个该死没死的倒壘 延续了白袜的攻势 一个右外野的飞球 将跑者推进到了三壘 已经两人出局了 王建民却又被敲出了安打 接着又投出了保松 面对长打能力并不出色的 Dilusby 这个内脚偏高的身体球 硬是被扛出了 拳离打架 这一球被他打得深远 在右外野方向的高尾球到了墙边 这是一个重伤害的三分炮 有一口气的白袜队 在这个半局连得四分 连得了五比二的领先 虽然掉了五分 但因为他现在用球数不多 而且蓝鸟队牛棚是非常疲惫 所以我相信今天蓝鸟队 会让他有更多一点机会 多投几个局数 多投一些球 非常时期 非常容忍 蓝鸟的牛棚静悄悄的 教练团根本没有打算 要把王建民换下来 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吧 这一球形成了一个平飞 在右外野落地 又是一架安打 一点像跑者的这时候 要上到了三垒 抓到了 哇 宝贴斯塔帮了王建民 一个非常大的忙 这是蓝鸟右外野手 Jose Bautista 今天帮王建民的第一个大忙 结束了这个令人苦恼的第四周 五局上半 轮到了蓝鸟第三棒的指定打击 Edwin in Coliseum挺身而出了 最后是跟胜败五关 全打来吗 Edwin in Coliseum 这一个大号的home run 两分炮 队友在守备的攻击上 都给了王建民强力的支援 比数追成了4比5 仅仅落后一分 把王建民从绝对的劣势 重新拉回到了竞争的局面 五局下半 是整场比赛 另外一个关键的考验 王建民上场面对第一棒 Diazza连续投出了四个坏球 包送上了 接着连续两棒又敲出了安打 击成了满垒了 而且还是无人出局 转播镜头 找了蓝鸟的牛棚 还是空无一人 当时王建民心里在想什么呢 当然是想要先把冷静下来 然后再处理下一个打者 就是一个一个打者 用出局这样 将近十年的大联盟的经验 这个时候 王建民特别需要冷静 这个半局 就是他个人命运的交叉局 他有可能平安下庄 全身而退嘛 滚力球大师用一颗滑球 三阵掉了白袜第四棒 Chronicle 这是王建民今天 仅仅的第二个三阵 却来得正是时候 不过围机还没画起 接着要对付的是上个打鞋 敲出拳内打的大个儿 Edden Down 谁的心脏比较强呢 就看这一颗老 这一球被咬中了 从这个镜头看球的飞行轨迹 大事不妙 他可能是一只直奔中外野落地的 平非安打 让他穿出去了 王建民之前的努力 可能就此归零 让他穿出去了 不就落实了王建民根本没有好到可以上大联盟吗 这一球最后的落点 对王建民来说 不是KO 就是OK 投好没颗球嘛 然后尽量把球压低啊 然后就可能多丢一点变化球 因为打指头是看只球在打的 一百七十八公分的游击手 翻起东西 而奔力的耀起 凌空一抓 没收了Edden Down的安打 落地之后潇洒地跑了几步 踩了二垒的垒包 他独立完成了一个精彩的双杀手备 当时台湾的球迷多想对Kawasaki上说 我虽然还不太认识你 但我谢谢你 度过了四五两局 整场比赛最大的劫难 王建民仿佛是打通了任督二脉 通体出场 六七两局 他只在被敲出了一支二垒安打 到后来就可能就比较好 就是因为多配了一些 纸擦编滑球之类的 脑袋一转改变了配球 王建民奇迹似的 从崩溃的边缘挺进到了第八局 他解决掉了第一名打转之后 攻陈身退 现在真的 要准备上来把它给换下去 因为他的工作已经是完成了 观众席上的球迷全都站了起 为王建民今天坚毅卓卓表现 鼓掌喝彩 看看这个退场的身影 琢磨熟悉啊 唯一不同的是球衣上的背包 原来六七不是台语发音的拉惨 而是英文的拉几 但王建民通过了考验 脾气变态来了 就去上半 前四个打席毫无建树的Baltista 他神来一棒追平了比数 这一球买中了吗 左野方向的高杯球到了墙面 比赛平手了 王建民也解套了 5比5的平手 王建民不但败战解套了 球队还在延长时局的上半 攻下的超前的类伏 最终 蓝鸟神奇的后来居上 7比5击败了白袜队 终止了二连败 王建民尽管无关胜负 而他的投球内容数字 也不是顶好看的 但其实不用等教练说 大家都晓得王建民 他帮自己争取到了 下一场先发机会 当然是蛮开心的嘛 然后就是有这个机会 当然是会把我把握住 然后做好每一场的准备 就是谢谢教练 在KV库后再次机会这样子嘛 然后可以在这边 投出好证件这样 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 过了队挣扎的这一关 王建民他如同是破茧而出了 他在蓝鸟第二场先发 就搅出了七局无师分的精彩表现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当初签约的时候 蓝鸟队就讲得非常明白了 不保证王建民会有第二场的先发 这种一球定生死的压力呢 往往会导致临场的表现失去了水准 但王建民他撑住了 他不是那种很会三振的强力先发 他会被敲安打 也许不少的安打 但王建民就是有本事 让美上的跑者回不了家 我们继续来看 对游记兵的这一场精彩表现 在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 是美国的父亲节 许多台湾留学生 特地赶来游记兵阿灵顿球场 要帮王建民加演 德州太阳是出了名的2度的 今天的温度已经标破了35度 对王建民来说 生理上是一大考验 而在心理上 这是他在蓝鸟队的第二场先发 不能砸过的压力依旧非常的沉重 而守风阵顺的蓝鸟 能不能够在阿灵顿四连战 横扫游记兵 就看压轴登板的王建民 这是王建民重回大联盟之后 制造出来的第二次的双杀手备 也是由他亲自侧动的第一次双杀 他在前三局的表现非常的沉稳 比赛节奏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 尽管在四局下半被敲出了两只安打 不过三男手 这个精彩的飞鸟 扑灭了游记兵的反攻期 这三分领先 感情一球 被已经杀了 漂亮 飞鸟 飞升鸟出去 空中抓飞鸟 硬是接近手套 非常精彩 上一场对白袜用拳雷打赞助王建民 这一场用守备美技 继续挺王到底 看来王建民出来炸道已经交到不少的好朋友了 当然也是因为他自己够争气 对这几年游记兵的打击是非常会进攻的 飞到落空 王建民的完美变化 在阿灵顿球场骄傲展示 他完全压制了游记兵的炮火 主宰了七局的投球 没让对手越雷尺一步 六年败 去年没有六年败 这一球非常深远 留不住了 大号的拳打 这是一个一棒 要把游记兵集成的三分炮 所以一口气的 现在来到了7比0的领先了 看来我们前面讲的连败连胜 真的要成真了 王建民也有非常高的几率 拿下今年的第一胜 就在这一个三分炮出现之后 中场蓝鸟队7比2 惊取了游记兵 写下了36年来的新记录 在游记兵的主场横扫四连胜 不会像以前一样都是升卡 然后都是一样的球路 然后现在搭配了变化球 变速球还有科普 当然满开心的 能在这样到大联盟上投球 就是很开心 因为是每个球员都很认真 去比每场球 然后辛苦就有代价 因为始终相信辛苦终会有代价 所以王建民他没放弃 撑过了369天的这一场重要的胜利 只是一个起点 他证明了 他依旧能够在大联盟生存 而且一点都不挣扎 他会很严重 他给予我们一大股 他会比较大 他会比较大 他会比较强 他会比较强 他会比较高 我会比较高 你会见到他再次 但你不能问他这些问题 每次他会比较 那是最后你问 你会见到他 他会见到他 他会见到他 他会得到这些问题 他会认为他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 我们愉快他会来 我会告诉你 那是确实 台湾媒体的心情 现胜恐惧 而对王健民而言 不也是如此 每一场都是有压力 然后你当然是想要 把每一场表现好一点 然后有机会再继续 在大阔上投球 对啊 王健民在蓝鸟先发出赛的 三场比赛 他投了20.2局 一胜禮拜 他防御率低到只有2.18 带领蓝鸟队拉出了十连胜 我相信现在很多人 包括很多记者 应该都想知道 阳鸟队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王健民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感谢阳鸟的 因为是阳鸟把他牵回去 让他有机会在3A固定的出赛 是阳鸟要他多练练变化球 才能有今天我们看到 进化过后的王健民 稍后回来 我们就来回顾 王健民和阳鸟队的爱恨情 马上回来